诶 停 旷野一望无际 只有仙人掌坚韧的存活 太阳逐渐被遮蔽 光越来越弱 点燃篝火 祭祀仪式轰轰烈烈的展开 恶种诱骗来的祭品 是打破这一切束缚 还是生死盗销 新的邪恶会诞生而来吗 茶楼近日推出禁忌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一起来随小型观看这部 荒漠恶种 光也一望无际 悉数的植物和昏黄的土地 证明这是一片不毛之地 小孩步伐摇摇晃晃 显然走路还不熟练 他正津津有味的吃着什么东西 定睛一看 赫然是一根鲜血淋漓的手指 轻声哄患妈妈却也没有回应 汽车飞驰在荒漠当中 不一会 缓缓停在一片乱石旁 男人兴冲冲的下车 拿上心爱的照相机 长途跋涉来到高耸的石头上 环顾四周 这一大片无人区正式拍摄的好地方 男人名叫艾伦 十分热爱天文摄影 他掏出三脚架 架好照相机 开始漫长的等待 太阳缓缓被遮盖 天色骤然暗下来 他终于等到日时到来 这也是他此次拍摄的目的 记录一次完整的日泉石奇观 没过多久 阳光重新砸向大地 日泉石宣告结束 艾伦完整记录下来 心满意足往车子方向走去 还没走出多远 他在树下看到一个男孩 男孩全坐在树衣下 似乎是在躲避阳光曝晒 在艾伦询问下 男孩无助的说出 自己和家人走散迷了路 一个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艾伦大发善心 夫妻男孩一起寻找父母 可没想到 手上却被印上一片黑色印记 他本想带男孩回到自己车边 既可以开车寻找 也可以打电话寻求帮助 却不料男孩根本不听劝阻 转过神迈开步子 往荒漠深处跑去 见状艾伦也持好无奈跟上 不知走了多远 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 眼看天马上就黑 他开口叫住男孩 两人终于在一处山坡下停下脚步 男孩要来艾伦的水壶一眼而尽 随后一把甩开他跑到高处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转身消失在远方 此时艾伦已经精疲力尽 回过头强打起精神 慢慢踏上归途 天色已经变得黑沉沉 他腿脚似乎有千斤重 走起步路就要休息好久 终于历尽千辛万果回到停车地方 让人想不到的是 自己的车子不翼而飞 艾伦几乎崩溃 站在原地破口大骂 这时 突如其来的声音引起他的注意 艾伦怒不可遏 迅速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冲过去 谁料却一无所获 什么都没发现 艾伦无助地蜷缩在地上 心想熬过这一夜再说 可突然间 哗啦啦哗啦啦的声音 响起 那好像是风吹动玻璃频发出的声音 他一下子坐起身来 寻着动静往前走去 不多时 他看到一抹亮光出现在悬崖下 那里居然有一座小房子 一个白衣女人好像是房子的主人 正进进出出忙来忙去 艾伦连忙顺着梯子 爬下悬崖朝着房子走去 这无疑是一针强心计 给劳了一天的他带来希望 他走到门前 用力拍了几下门都没有收到回应 随后便自顾自推开门 走进屋去 出乎意料的是 女人正在烹饪晚餐 似乎早就猜到会有人来 对于艾伦闯入表现的波澜不惊 他邀请艾伦坐下一起吃饭 但对于他的来历 却丝毫不放在心上 饭桌上 艾伦一直诉说自己白天的经历 希望可以获得帮助 哪怕引起注意也好 可女人只是低头吃这碗里的饭 对于其他的要求不置可否 吃完饭后 他告诉艾伦 该休息了 并且可以直接睡在这里 艾伦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扭头 香烟的画面映入眼延 女人正在仔细擦拭身上 预遮还修的画面 看得他眼睛都直了 仿佛也忽略自身的处境沉沉睡去 一夜无画 天色已经大亮 艾伦悄咪咪的从床上下来走出屋子 仔细打亮四周环境 他发现身边满是奇怪的物件 诡异的壁画 周围全都是高耸的悬崖 根本没有路可以爬上去 昨天晚上爬下来使用的梯子也只剩下半截 艾伦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原路返回 于是他干脆不想那么多 掏出相机 冲着身边的奇怪物件拍起照来 哗啦一声 男人注意到女人正在修整房顶十棉瓦 可明显力不从心 艾伦上前帮忙放好 便立刻问起梯子的去处 女人告诉他可能是别的人拿走用 过两天就放回来 于是乎爬上悬崖的唯一一条路也行不通 不死心的他来到悬崖边 尝试徒手攀爬 还没爬到半山腰就停下 光滑的岩壁令他无处着力只能放弃 高声呼救也没人回应 重新回到小屋前 女人殷勤的帮艾伦打水洗衣服 可眼神中却满是戒备 前后态度差异也很是耐人寻味 夜晚到来 艾伦不得已又睡在小屋中 迷迷糊糊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他起身出门四处张望 可眼中只有漆黑一片 什么都没发现 艾伦不由的心中意紧 好像能够感受到周围有好多双眼睛盯着他 自己却根本察觉不到 早上醒来 艾伦在屋内四处寻找可以使用的工具 下定决心就要尽早离开这里 左股右盼下 他翻出一柄仰角锤 重新看到希望的他又一次向悬崖发起攀登 在工具协助下 这次攀爬进度非常快 就在悬崖顶离得越来越近时 变化突然发生 艾伦听到一群小孩的动静 抬头的一瞬间 一颗硕大的头颅从天而降 他躲避不及也随之坠下悬崖 不知过去多长时间 艾伦慢慢睁开双眼苏醒过来 他发现仰角锤竟深深刺入自己大腿当中 女人来到旁边面无表情 一边安抚艾伦 一边把仰角锤硬生生拔了出来 无边的痛苦瞬间笼罩艾伦 他不住的哀嚎 却仍不忘追问那群小孩的踪迹 然而却并未得到回复 昏迷中 艾伦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小孩站在屋内 可看的并不真切 另一边 女人把手伸进衣服内 沾得满手鲜血 随后按在墙上轻轻一抹 好像是什么奇怪的仪式 满墙的血手印证明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艾伦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看到自己还在山谷中气不大一处来 粗暴的把女人从屋内拽出来 把一切罪过怪在女人身上 不断追问那群小孩是谁 女人则不断安抚他的情绪 表示可以照顾好他 可却被艾伦无情拒绝 突然 医生呼喊从悬崖上传来 艾伦看到一个身着黑西装的男孩 带着一个小女孩站在上面 他赶忙请求帮助 希望黑西装可以救他上去 黑西装也欣然答应 表示可以用卷阳机拉他上去 甚至还忙里偷闲 问艾伦最喜欢什么颜色 艾伦也没有多想 忙不迭地回答最喜欢红色 得到回复的他 在悬崖边找到一娘地方坐下 满怀希望等待救援到来 没过多久 一根绳索被扔下来 黑西装告诉艾伦 把自己绑好 等着被拉上来就行 随即又恶狠狠地小声念叨 真该说是喜欢蓝色 随着绳子缓慢上升 艾伦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 女人则只是透过窗户 默默注视着一切 很快艾伦已经被调到悬崖中间 可突然间绳索一松 他整个人停在半空无处着地 就在空中挂着动弹不得 在阳光曝晒下 艾伦很快陷入昏迷 出乎意料的是 没过多久 一股热流迎面而来把他叫醒 抬头看去 竟然是个男孩尿在他身上 不仅如此 一群孩子在悬崖顶上 疯狂甩动绳子 一边甩一边念叨奇怪的咒语 仔细看过去 一开始向艾伦寻找帮助的男孩 赫然也在其中 随着距离的晃动 艾伦一头撞在悬崖上昏迷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女人冲出屋子大声喝止 这场闹剧才算停下 艾伦又一次在小屋里醒来 他不顾身上剧烈的疼痛 冲向屋外 不停喊着要离开这里 女人随后来到他身边 告诉他现在已经属于这里 不要进行无意义的挣扎 不知过去多长时间 艾伦好像已经适应在这里生活 亦或是已经认清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在屋外空地上 开垦出一片小菜地 在下种子时 刚好碰到来送东西的太阳帽 你来我往聊上几句 两人也变得熟络起来 晚饭时 艾伦一边大口喝酒 一边不停追问这里发生的怪事 突然间一声哀号响起 借着酒进 艾伦冲出门外拎起斧头 想发出声音的地方冲去 可他却被一个双马尾的孩子轻松制服 并且被羞辱成胆小鬼 一番挣扎过后 双马尾朝远方跑去 艾伦才终于能够站起身子 他举着斧头跑进屋内 朝女人怒吼 质问这一切是不是和他有关 在女人不断安抚下 艾伦慢慢平静下来 大口喝着酒意识也逐渐模糊 女人回到床边 脱下衣服仔细擦拭自己身体 艾伦看到这一幕在酒精刺激下 和女人共服无衫 过去很长时间 艾伦好像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 种下的种子已经发芽 而总来送东西的太阳帽 也和艾伦聊得兴致勃勃 从陌生到熟悉 艾伦把世界的美好讲给太阳帽听 在开赶过程中 艾伦猛然发现 土里埋藏着戒指和车钥匙 这不由得引起他的怀疑 回到屋中 女人向艾伦介绍这里的第一个母亲 同时告诉艾伦自己已经怀孕 然而艾伦听到这个消息大发雷霆 因为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 出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与外面争一群恶种作伴 之后的几天 艾伦一如既往公众 锻炼身体 直到太阳帽又一次出现在悬崖上 她继续向太阳帽描述美好的世界 趁机提出用绳子救自己出去 许诺会带着女人和太阳帽一起走 显然太阳帽很是动心 决定趁其他几人不在事把绳子扔下来实施救援 女人把一切看在眼里却一言不发 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孩出现在太阳帽身边 把太阳帽一把拉走 打断此次聊天 艾伦非常不安 一方面担心太阳帽的处境 一方面寄希望于早早离开这里 当晚艾伦和女人讲起外面的世界 并把照相机里的照片和视频都讲给女人听 女人显然十分好奇 不停地问真问哪 两人围着照相机边看边笑十分温心 第二天一早 女人走出屋外 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迅速引起注意 艾伦飞奔出屋子 顺着女人目光向上看去 太阳帽赫然被钢丝吊在空中 四肢上都绑有铁丝 向四个方向衍伸出去 整个人呈大字形被悬吊在空中 触目惊心 细细看去 太阳帽面色铁青 明显已经死去很长时间 标志情的太阳帽也碎裂在地上沾满血迹 女人疯了一般跪在地上 不停嘶吼着听不懂的语言 像是发泄也像是惋惜 顶尖一看 其他几个男孩正分散着站在悬崖上 沦漠地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 女人把这一切都怪罪在艾伦身上 一瞬间变个怒不可遏 随即抄起一根木头 重重地砸在艾伦脑后 艾伦在昏迷前终于意识到 原来荒漠中这些孩子都是女人的骨肉 她跪在地上 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又一次醒来 艾伦发现自己在一个逼子的铁笼中 每天按时送饭送水 被当成畜生一样圈养 她的精神也变得恍惚 在铁笼中悄悄打打 昏昏噩噩噩过着日子 突然有一天 一个女孩出现在悬崖上 艾伦一下子精神起来 她不敢大声呼救 只能翘着笼子 小声呼喊女孩找人来救她 万幸 她的声音被女孩听到 又一次看到获救的希望 艾伦眼神中闪烁起光芒 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被她抓住 果然生命不该绝 她兴冲冲地等待着救援来临 可没想到等来的只有一声哀嚎 黑西装抓住女孩来到艾伦面前 当着艾伦的面 把女孩硬生生勒死在地上 黑西装做完这一切 仿佛获得巨大的快感 艾伦在铁笼内激进崩溃 她不断呼喊 不断拍打铁笼发泄心中的痛苦 这一刻她宛如疯子 绝望的情绪紧紧环绕着她 又是一天晚上 很多孩子出现在铁笼外 诡异又肃穆 女人穿着一身圣洁的白纱 不停呼唤着孩子们 一大盆功活在人群中被点燃 所有人围绕功活又蹦又跳 撞住风魔 随着一大片白纱缓缓盖在女人头顶 大量黑色液体被从头浇下 这场诡异的祭祀仪式终于画上句号 没过几天 女人给艾伦送来毯子 艾伦抓住机会 不断将女人诉说自己的真心 她希望成为孩子们的爸爸 希望可以留下来生活 希望把自己献给女人和孩子 可却被冷冰冰的拒绝 女人毫不掩时的告诉艾伦 她可以自己生下孩子 自己照顾孩子 自己看到孩子真实的一面 而艾伦仅仅是一个播种者而已 没想到第二天艾伦就被放出铁笼 居然是因为女人马上就要分娩 她急需帮助 迫不得已指的打开铁笼 艾伦十分害怕 不停缩在铁笼角落 可是想到女人怀的是自己的孩子 艾伦还是扶起女人往屋内走去 这个时候黑西装居然还站在悬崖上 冷漠的看着这一切 突然完整的梯子映入艾伦眼帘 逃出生天的希望就这样出现 艾伦直接睁下女人 不顾身后传来哀求哭号 独自一人奔向梯子 伴随着女人的尖叫 一声响亮的听儿提哭声传来 艾伦的女儿顺利诞生 她停下脚步 注视着女人手中的婴儿 匆匆左上前接过孩子 一瞬间T4横流 女人不断保证会养育女儿 教育女儿 爱护女儿 直到有一天女儿成为母亲 而到那一刻 女人就会像现在的艾伦一样 完成所有使命 花音刚过 一把利刃割开艾伦喉咙 艾伦终究没逃出 这个邪恶的山谷 女人像往常一样 收拾衣服照顾孩子 可当她抬头看向窗外 艾伦干枯的尸体 正滋养着土地 唯独缺一根手指 《荒漠恶种》 删用于2023年 一个封闭的环境 一群关系怪异的角色 注定这部电影的表现 亦会受到影响 也确实 影片前期剧情铺垫非常到位 但后期则变得平淡无趣 可以说虎头蛇尾 而宗教声誉等元素的加入 则使得电影烧显零碎 不过演员的演技 还是非常在线 被束缚的无力感 对未知的恐惧 都被刻画的入目三分 这也是影片为数不多的亮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 留下过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 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